占据全球二分之一的汽车市场 用于各大周数以百计的隧道 以及多达数百万的注射器和药剂瓶 这些都是德特威勒密封解决方案的体现 德特威勒作为经销商 可在24小时内 向所有欧洲国家提供超过50万种电子元件 我们的大部分产品虽然只是小零件 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无论是作为组件供应商还是开发伙伴 我们都会为客户的成功助一臂之力 我们在全球的成长证实了这一点 德特威勒集团 技术元件部 欧洲技术组件领域中的翘楚 在欧洲具备深远的影响 密封解决方案部 凭借在材料工程工艺流程方面的强大专业技术 专为客户量身定制各种密封解决方案 7000多名员工 来自100多个国家的100万个客户 年销售额超过10亿欧元 这个强大的集团正向全球化增长迈进 然而强大力量从何而来 又是什么把我们联系到了一起 寻根的历程把我们引向瑞士阿尔卑斯山的中心 引向物理省的阿塔尔多夫市 1915年德特威勒的历史在这里落下第一笔 年轻的阿道夫德特威勒在这一年就任瀕临破产的瑞士电线和橡胶厂总经理 他将公司重新整顿起来 两年后他买下这家公司 由此从一位出色的经理转变为果断的企业家 随着汽车行业的崛起 市场对橡胶轮胎的需求日益增长 德特威勒认识到时代的需求 开办了一家轮胎工厂 之后不久战争的爆发 使得汽车行业走投无路 德特威勒再次在挑战中找到机遇 开始了自行车轮胎的生产 不论在何种情况下 他都成功地为客户创造了价值 同时他不断地总结经验 认识到唯有最好的产品才能获得长期的成功 他很早就开始聘用受过专业教育的员工 并引进当时瑞士最大的橡胶搅拌设备 由此德特威勒慢慢积累起领先的材料专业技术 不断创造新的最高效能记录 同时他在人文关怀上丝毫没有懈怠 他设立了企业医疗保险 建起了员工公寓 搬起了工厂食堂 早在养老法成立的三十年前 他就一位员工创建了企业养老保险 德特威勒先生终其一生都在维护着互相尊重的企业氛围 在他的带领下 瑞士电线和橡胶厂茁壮成长 并通过投资和并购其他公司而不断壮大 在并购的过程中 他始终坚持一个原则 即使兼并认同他价值观念的企业 这一原则作为传统 不仅由他的两个儿子皮特和马克思传承下来 德特威勒公司的管理层 也一直贯彻着此项原则 一直到今天 正是这种力量 让我们得以续写德特威勒公司的成功历史 是德特威勒公司创立者的价值观 铸就了今天的德特威勒 我们是企业家 我们领导公司 而不是管制公司 我们参与竞争 锐益进取 我们每个人都为企业的成功做出贡献 与Nespresso公司的成功合作 即是证明之一 我们的员工 以业务为行动标杆 成功研发了一套 独具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我们每一个人 都共同努力来铸就成功 我们为客户创造价值 客户至上 客户是我们创新的动力 不仅如此 我们一直努力超越客户的期望 我们的客户信赖我们 期望我们快速及时地提供优质产品 每天 我们为整个欧洲 提供超过一万次满意的服务 我们锐意进取力争最高效能 不断完善生产流程 产品和服务 实践承诺 可持续地负责任地利用自然资源 针对用于制药行业的高品质密封组件 我们还提供无军车间的进化流程 凭借此技术 我们超过了行业内最高的质量标准 使全球制药业从中受益 我们致力于维护互相尊重的企业氛围 诚信 连政 招贤纳事 发展员工 不断进取 虚心纳建 这种相互尊重 不仅体现在我们的企业文化中 德特威勒 有自己的行为准则 并且加入了联合国全球契约 加入这一契约 即意味着我们自愿承诺 致力于支持人权 环保和反腐 这些价值观在过去的百年间 一直引领我们不断发展壮大 在这些价值观的引导下 我们将继续勇往直前 没有强壮的根基就不可能有成长 这些根基确保我们始终成为 全球客户值得信赖 并且不断创新的合作伙伴 今日和未来始终如意 德特威勒